第136章 不一样的母爱 狗大娘也是气得要疯了 忽然发现自己往常挑来挑去的 其实这些人家的男娃都比李朝明的小子强 青木和张淮就不说了 那是拔尖的 就是长星 刘三顺 赵大嘴 还有黄大滚子的小儿子 李根蒂的小儿子 哪个都比李朝明瞧了顺眼 他心里那个后悔呀 咱们早点帮闺女订一门亲嘞 梅子听了他们的话 心里却更加的难过了 谁都比长明哥过得好 可是他又不是不勤快 摊上那样的爹娘又不是他的错 这么不停的说了半天 狗大娘又对梅子道 我瞧你前些日子心里烦 又老去找菊花 还以为你喜欢青木嘞 我就拖了你黄奶奶去问郑婶子的意思 瞧人家青木多有志气 他呀一定要振一份家私才成亲 可是他又觉得你是个好女娃 不想错过了 就说先定亲 等过两年再成亲 我可高兴了 你也正好能在娘家夺陪爹娘两年 这样多好 说完他就盯着梅子 只要他一反对 就把心里准备好的几百样言语摆出来赌他 反正要找李长明家的不足和青木家的好处容易得很 依他看来 青木哪一点都比李长明强 梅子听娘说已经把他许给青木了 那心就冰凉一片了 这时候他总算体会柳儿说的 我心里很苦了这句话的心情 前而他还没这种感觉 可是他不会跟柳儿似的去找李长明 他也不会跟娘说他不乐意嫁给郑家 他会乖乖的听娘的安排 可是他心里却感到万分难过 他强忍的眼泪对娘说道 娘让我嫁给谁 我就嫁给谁 狗蛋娘打顶了一肚子的话 就等梅子说不乐意嫁给青木 好劝他 万料不到他说出那样的话来 可是宝贝闺女那红着眼睛万分悲苦的样子 比哭着吵着要嫁给李长明更让他难受 也让他准备好的几百样言语堵在了喉咙口 也得他一口气出不来 差点没晕过去 只觉得心肝肺一起疼了起来 他一把抱住梅子哭得肝肠寸断 一边在心里把李老大骂得半死 这李长明就要成为女婿了 再不好也是女婿 当然不能骂 于是就骂他爹 骂花婆子 勤老友也叹了口气 磨起了眼泪 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闺女要紧 他要是觉得委屈了 别说嫁给青木 就是嫁给官老爷也是不成的 梅子奶奶也是无语 活了一大把年纪 哪能瞧不出孙女的心事 他懵懂地说了那样的话 却让他们三个都不能再多说一句了 再说不是逼死我儿了 这逼着他嫁人能有好结果 有句话咋说的 就是不真就是真 这会儿用在梅子身上最合适 狗蛋都睡着了 又被姐姐房里的哭声给惊醒了 吓着他坐起来 竖着耳朵地听 原来是娘在哭 黑夜里这哭声是如此的漆黄 让他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 这下可不得了 他急忙光脚跳下床 跑到房里边 见大家都在掉眼泪 娘和姐姐抱头哭 以为出了啥事 也跟着大哭起来 这小玩儿虽然总挨打 但家里生活温馨 他还是能感觉到的 像今儿这种情况以往从未出现过 因此哭得稀里哗啦 声儿也响 勤劳有接儿子也来了 本无心管他 可是又嫌弃他哭得大声 于是呵斥道 小声点 梅子奶奶忙拉过孙子 撂起衣巾 帮他擦眼泪 小声道 狗蛋莫哭 没事去睡吧 奶奶呀一活就来睡了 狗蛋不肯走 脸上挂着泪 担心地瞧着娘和姐姐 老奶奶 只好把他抱到梅子床上坐下 又见他光脚来的 便把他一双脚 搁在床员外 梅子见娘哭得厉害 以为他是担心自己做丑事 他心里虽然难过 还是强忍伤心 对他娘说道 娘放心 我一定好好地夹亲我 我不会去找昌明哥的 狗蛋娘听了 更难过了 哭着不停地吹梅子的后背 呼得他咬牙道 老娘怕啥 趁嫂子能把李儿娘打一顿 我还打不过那个瘦的 跟雕丝鬼似的婆娘 往常呀 跟咱不相干 我也懒得理她 要是娶了我闺女 她敢搅风搅雨的 老娘扒了她的皮 她这会儿也不埋怨李朝明了 也不骂李老大了 为了梅子 只觉得心底伸出无穷的斗志 她化成为泼妇一般 阴沉着一张大脸盘子 死死地盯着窗外的黑夜 仿佛花婆子就在那里 她要跟杨士达 柳儿娘似的把她打了个吸烂 秦老友急忙道 对 咱怕谁 李老大要是管不好媳妇 老子帮她管 老子才不管她是个婆娘了 惹活了我 咱两口子一袭上门 掀了她的屋顶 老奶奶急忙 瞪了儿子跟媳妇一眼 说道 哎呦 这都哪跟哪里 你俩这大活气的 有那闲心想这些 还不如想想往后砸过 梅子就嫁了过去 干嘛非要跟那婆娘 一个锅里咬饭吃 咱们一分彩礼不要 就要她家答应一条 让她俩呀 分开了单过 要是单过 再穷也不怕 勤快地干两年 就不能挣大钱 日子呀 肯定不会差 你们再帮上的点 反正狗蛋还小 眼下又不用娶亲 过几年 她这日子呀 不就好了 狗蛋娘听了连连点头道 可是我糊涂了 那个婆娘呀 就是窝石一样 离她巴掌远 跟她下掰扯啥 还有镇家 要去退亲 这话可咋说嘞 梅子如做梦一般 听爹娘跟奶奶 说着说着 咋就答应 把她嫁给长明哥了 她红着眼睛 不相信地问道 娘 你咋改主意了嘞 狗蛋娘无奈地瞧着她 气苦地回道 娘又不傻 想把你嫁给亲母 还不是指望你能过得好 要是你不乐意 就嫁过去 也是过不好的 那干嘛还要嫁 这呀 也是你前世里 欠了那小子的债嘞 可不是前世欠的债吗 那条蛇 就是来帮她讨债的 她让梅子 去找菊花碗 可是梅子 却没有喜欢上 长相好 又年轻 还在读书的亲母 也没有喜欢上张淮 更没有喜欢李长鑫 跟刘小妹的哥哥 也是常见面的 也没喜欢的刘三顺 就被蛇咬了一口 就跟李长鑫扯上了 这不是债 是啥 都是命呀 狗蛋娘 忽然就前所未有的 信起命来 往常她总是不信的 她也是个要强的 觉得自个儿努力 就能挣回一份好日子 如今她算是小的了 有些事情 就算努力也是白搭 该咋的就咋的 梅子听了娘的话 呜呜员员地哭了 她娘跟柳儿娘 真的不一样 她娘真的就 依了她的主张力 狗蛋娘见梅子又哭了 可是脸上的悲伤 却不见了 她拉着自己的手 哭得可怜兮兮的 一副母女贴心的样子 忍不住又是伤心 又是感叹 她总算没糊涂 在气头上 逼她嫁给亲母 虽然想起了李长明 这心里就是不愤 可只要闺女顺心 不是比啥都强 老奶奶提醒儿媳妇 我呀 瞧你名还是跟 常和媳妇直接说 他们两口子 都是通情达理的人 你正经的 去跟她陪个小情 这事呀 说不定就过去了 要是你瞒着她 没准呀还坏事 谁也不是傻子 哪有头天上门求亲 第二天上门退亲的 你呢 跟她细说了 求一求她 她是个儿女心重的人 不会跟你计较的 再说了 咱俩家也就是 才说了要定亲 还没请没人嘞 村里呀 也没人小的 狗蛋娘点点头道 哎 我去跟她好好说 她家的亲母 是个出挑的 不愁找不到媳妇 哎 你这傻闺女 咋这么没服气嘞 梅子羞愧不已 晓得娘去镇家求亲 也不是因为旁的原因 而是错认为 自己喜欢亲母 才厚脸平上门的 她一直都在为自己操心嘞 她忍不住哭道 娘 我恨你丢人了 我 我 她娘忙制止她道 好了好了 你又没干啥 咋丢人了 不许这么说了 不过是阴差阳错罢了 你挣婶子呀 不会在外边乱说的 情老友也安慰道 闺女啊 你啥也不要想了 底下的事就由爹娘来办 快洗洗睡吧 闹了半夜的 狗蛋 还坐这干啥 快去睡觉 狗蛋娘瞪了狗蛋一眼 对她说道 姐姐的事可不许在外瞎说 不然的话 我打烂你的屁股 狗蛋连连点头道 嗯不说不说 我不说 一家人睡去睡觉不提 只是狗蛋娘 只要睡得极不安稳 在梦里跟花婆子 大打了一场 天明早起 还气得胸膛直骨 情老友见她脸色不好 忙问她 是不是没睡着 狗蛋娘气呼呼的说道 睡倒是睡着了 就是做了个梦 梦见的花婆娘欺负她梅子 我呀 跟她打了一架 你别说 这婆娘呀 她家厉害得很累 情老友听了媳妇的话恶然 随即感到好笑 对她说道 那是梦 我就不信真打起来 你会打不过她 哼 要是真打起来 我也上场帮你 我才不管她是个婆娘了 狗蛋娘听了 扑出一声笑了 觉得肚子里的气消了好多 所以考虑去 上郑家陪小琴的事情来 她吃过早饭 先找了黄奶奶 然后两人一道往郑家去 在路上又跟黄奶奶 说了梅子的心事 请黄奶奶也千万帮着说说话 谢谢大家